我们在上一集打开沟通天影的视频中提到DISC 不过我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听过这DISC的 所以我这边就先简单的说明一下 这DISC是什么东西 DISC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顿 在研究古希腊的性格学说 探究人类行为模式所发展而成的 是一种有关于人类行为语言的测验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张图 这测验是依据思考、行动、内向、外向 将人区分为DISC四种类型 若翻成简单一点的白话来说 就是将人分为支配型、影响型、稳健型以及分析型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这边就先简单的以公司职务作为背景来说明一下 当然你也可以通用到历史故事主角去 不过我这里先用现实时空的人士来做比喻会比较简单 所谓的支配型顾名思义就是喜欢下决定的人 通常听好我说的是通常并不是绝对 通常在公司就是公司的负责人或是经理人 这类型人对事物的判断是结果中一过程 同时他们非常注重品牌愿景 至于影响型则是主动会去感染别人的人 一般来说是公司的市场行销人员以及业务人员 这类型的人对事物的判断特别重视感觉、满意度、友好度 而稳健型则是容易专注的协助执行任务 一般来说大多是研发或是行政人员 这类型人对事物的判断主要在于流程、程序、过往的经验 最后分析型就是有一定专业被减难 大多来说都是公司的法务或是财务人员 这类型人对事物判断的主要仰赖是数据以及书面资料 我知道其实有很多公司有对员工做过这类型人分析 并且应用于团队的代理以及人际关系的沟通 这的确是个提升工作效率的好方法 不过我发现非常可惜的是 除非是透过测验 大多数学者课程人都没有被教导到 要如何运用少量资讯前提下 就能快速判断对方在沟通的当下 究竟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人 请进驻我刚刚说的这句话 对方在沟通的当下 究竟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人 四 因为DIS系的状态并不是固定不会变的 然而大家却常常误解 这四种人格类型是固定的 我在这里就简单举个例子来说明 在公司担任工程师会计师的人 你觉得他在公司面对主管同事时的沟通方式 会跟他回到家时 对小孩的沟通方式会一样吗 通常不一样不是吗 很多在公司是S-type的人 他回到家中会立刻转变成为D-type 这两种类型刚好处于对立面 那我请问你 要是你没有注意到这点 而巫人对方一定是S-type 那你是要如何与他进行沟通呢 所以要了解对方在沟通当下 究竟是属于哪种类型的人 这才是活用DIS系法则的关键点 就我的经验来看 DIS系的分析以及实用技巧 并不仅限于人际沟通 它也适合于业务销售以及商务谈判 没错 只要需要对话 甚至不需要对话的书面沟通 或是电子邮件往来 DIS系都可以用来作为沟通的利器 这边我就再简单举个例子来说明吧 大家都有买过衣服的经验吧 那请你先想象一下 要是你是一位服装销售人员 当一个穿着朴实的人走进店来 你上前问他 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协助您的吗 但对方却忍忍地回答说 我随便看看 甚至他连话都没有回 只是点点头 请问你下一步要怎么做 积极地询问他的需求 千万不要 因为这么做 大概率上他会快速离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好 我们就先回到对方的穿着 跟回话方式来看吧 就穿着朴实 不主动与人沟通这两点线索 我们可以初步的判断 这人在大概率上 是C或是S type的人 来 看一下这象限图 看到没有 这类型的人 是属于左半边内向型的人 所以你的主动积极 正好把他给吓跑 那要不理他放废他吗 你不理他 那他就真的只是随便看看 之后就离开了 哇 有没有那么难搞 理他也不对 不理他也不行 其实 你只要知道对这类型的 他的沟通方式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他们并不难搞 我们现在有个观念 除非客人是躲进来吹冷气的 要不然 大多走进店来的 都是有一定需求的客户 所以呢 我们应该要好好把握每个进门客户的机会 面对C或S type的人 我们要做的事呢 并不是积极的询问他的需求 而只是要告诉他 特价商品跟热销商品放在哪 是 不要抛出问题 只要给出指引 接着 我们要做的事呢 就是观察他的行动 会走向特价商品的人 多半是C type的人 而会去看热销商品的人 则多半是S type的人 了解了这一点之后 我们才可以开始用正确的方式去应对 与他沟通 要是你发现 在你的提示或是指引之后 这个人 他正慢慢的飘过去看这热销商品 Bingo啦 换句话说 他是S type的人 那接下来 我该怎么做呢 你不需要他回答你任何话题 也不需要称赞他眼光好 你只需要简单告诉他 这件热销商品卖的有多好 甚至是就快要没库存了 如果是他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先帮他看看 还有没有库存 也就是所谓的饥饿行销 要是你公司同意 最好话 你可以再补上一句 你也可以先买回去 只要没下水 三天里都可以拿来退款之类的话 这就可以促使客户下决定 要不要进行采购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假设你是开饮料店的 你觉得你的menu要如何设计 要是这menu上有比较高价品项 这点可以吸引D type的人来 而美美的产品图 则可以吸引I type的人 至于打上新兴符号 店长推荐或是人气商品 则是S type的首选 还有今日特价 则是对C type的有诱因 那是不是 都是来喝饮料 但每个人的决策方式不同 我们怎么可能用同一种方式 去吸引对方呢 上面这些例子 大多是销售例子 但别误会 别以为DISC的这沟通方式 只适合用于销售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商务谈判 人际关系 只要需要与人沟通了 这DISC的技巧 都有用得到的地方 刚好 现在接近年中了 应该有很多公司在打烤鸡 那我们就用打烤鸡 这件事来举个例吧 面对公司的考核 我请问你 你有事先预做准备吗 要是主管将你的烤评 打得不好 你该怎么反应 跟他吵 要是你主管是D 或是I type的人 告诉你 我强烈不建议这么做 因为你给他难看 或是弄得不愉快 将来倒霉的 一定是你 而要是你的主管 是C type的人呢 通常这类型人 会预先设好客观的 平和标准 所以你去跟他吵 除了会让他觉得 你很如以外 这八成也没什么用 所以说 碰到上面是三种类型的人 说句实话 要是你没有事先准备 想要临时翻盘 并不容易 不过 要是你已经有感觉 自己烤鸡有危险 而且又还没有打烤鸡 那恭喜你 因为在看到这视频之后 你的烤鸡 还有可能有机会挽救 那怎么挽救呢 比方说 在面对D type的主管 你要做的是 在烤鸡打出来之前 这阵子 穿得越专业 越体面越好 另外 要让他知道 你下班之后 常常与同学 或者朋友聚会 重点 重点 重点就是让他知道 跟你聚会的人 他们都还混得不错 而要是你的主管 是I type的人 那你请吃饭约会的对象 应该是他们 若是没有机会跟他吃饭 至少记得 每天跟他聊几句 说些好听的话 而聊天的内容 最好是与工作无关的八卦 那要是你的主管 是C type的人呢 千万别要八卦 你只要拿几件具体的事情去请教他就可以了 不过要注意 这问题不要太白目 要有一定的深度 这么做的目的 是要让他知道 你很努力 很认真 而最最最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让他知道 这工作对你 还有你全家来说的重要性 这样就有可能挽救你的考基 不过千万 千万要记住 这DIC 你不要搞错人 当然 要是你的存在涉及到公司派系 或是党道主管利益 又或是你们公司已经经营不善 那这就不是沟通问题可以解决了 这是政治问题 或是经济问题 或许有人已经发现了 我好像忘了说S type 没有忘了 因为S type的主管 你跟他增值 或是坚持不在考基结果上签名 那是会有用的 不过 还是要记住一点 记得给人留点面子 所谓人情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我在这里说的争执 不是要你大吵大闹 而是态度坚定 距离力争 重点 重点是这个争执 以你们两个能听得到音量就可以 好 我们今天暂时先说到这 有问题 或是有想听哪方面的人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这样我才知道 我的经验分享 是不是真的能对大家有所注意 那记得 要是你觉得这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帮我点赞 分享 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